首日透過了社群平台來公布 挑選了惡害俄州的聯邦參議員 范思維副首 而范思他從政經歷才兩年時間 川普為什麼挑他 這背後原因 要請國際組記者陳佳麟 帶我們了解 好 是的主播 一連四天的美國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是正式登場了 今天的重頭戲就是美國總統 美國前總統川普 正式宣布了他的副首人選 而可以看到他這次選的 其實沒有特別的意外 就是由惡害俄州參議員出身的 參議員范思 而他這個人也本身是 非常知名度就是 暢銷書絕望者之歌的一個作者 而且今年只有39歲 這本書之後也是有翻拍成電影 而這幾天川普其實 一直對於他的副首人選 是賣關子的一個狀況 前幾天甚至是表示說 他選副首的一個過程 其實有點像是 他當初非常爆紅的實境 節目的一個過程 就是誰是接班人 不過是高度複雜的版本 不過川普喜歡這個范思 也是有跡可循的 因為范思這個知名的暢銷書 絕望者之歌本身 就是描寫的一個鐵袖帶白人 勞工階級一個生活上的一個困境 而這本書當初就曾被解讀說是 描述川普現象 在這個美國政壇崛起的一個社會參考的依據 而范思本身他出生於比較貧寒的一個家庭 在高中的時候甚至是直接到了投入軍旅之後 也是派駐到了伊拉克來服役過 之後是到了退役 才回到家鄉就讀大學 並攻讀的耶魯大學 最後是拿到法學院的學位 並投身創投界 所以他本身的故事確實是激勵滿多的 美國年輕世代 而2022年更是在川普親自的支持下參選 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勝出了 因此嚴格來講 范思這個人 他的國會的經歷只有兩年 並不是非常豐富的 但確實是一個比較有故事性的人物 不過禮拜六的槍擊事件 范思其實是一度說錯話的 因為他曾經就是指控說 會造成這樣的槍擊事件 拜登應該要負責 因為他不滿說拜登陣營在競選的時候 不斷就是把川普貼成 這個法西斯主義的標籤 然後像是有點激化 彼此對立仇恨的感覺 所以要為這種行為來負責 不過當然他這樣子的失言風波 也是惹來批評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就是 川普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失言 是完全不在意的 還是選擇范思擔任自己的副手 一方面看起來也是想要凸顯 吸引白人勞工階級的選票 來強化他要拼經濟的決心 像是這四天的共和黨全代會 川普剛剛其實已經親自現身了 甚至右邊的耳朵受傷的部分 希望有蓋上一個白紗布 而這四天的主題其實也是緊扣 川普他過去一直以來的競選口號 像第一天的主題就是 要讓美國再次富裕 其次就是第二天是會讓美國再次安全 是讓美國再次強盜到最後一天的主題 就是原本川普的口號 讓美國再次偉大 而川普自己會是在最後一天來發表 這個壓軸的演說 而川普之前表示 因為禮拜六的槍擊事件 所以他演說的內容是親自大幅的修改 不過他表示說會聚焦於讓美國團結 所以盡量是避免在這個演說中 來批評拜登 另外現在因為川普他在逃過暗殺未遂 也刺激到了一個美股 在禮拜一收盤的時候 是大漲了210點 最後是收在40,211點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現在美國的大選 川普已經選出副首人選了 就看拜登陣營要怎麼面對 以上的直播 另外是范斯扶上台面 但是拜登隨即就諷刺說 他的立場是前後矛盾的 范斯過去大談勞工 現在又和川普一起談說 要讓中產階級要加稅 另外川普差點遭到暗殺之後 民主黨內的煥敗聲浪 似乎是突然安靜下來 這怎麼回事再請教佳麟 是的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 就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已經在全國黨代表大會 挑選了副首人選 是俄亥俄州的一個參議員 也就是絕望者之歌的作者 范斯來當他的副首 而當然拜登很快 他稍早在白宮 要準備達成直升專輯的時候 也有被記者問到相關的問題 而拜登也是語帶嘲諷說 川普挑選范斯 范斯這個人 不過就是像是一個 川普的複製人 像是一個川普的翻版 他還沒有什麼樣的意外 並且說就算他選出這個人 他們的副首賀錦麗也已經準備好 可以隨時辯論跟范斯一較高下 而除了面對記者的直接回應 拜登其實另外有在自己的 X平台上做出一些批評 他也是說 范斯的立場 其實有前後矛盾的情況 他就批評說范斯過去 一直表示說支持在大韓 支持勞工的一個現況 但是現在卻似乎要和川普一起來 給中產階級的家庭加稅 但是給富人減稅 他因此反覆范斯這樣立場是有矛盾的情況 而另外拜登也趁機是列出一個 范斯他跟川普一樣具有爭議的一個立場 像是范斯就是完全支持在美國全國實施 這個禁止墮胎的一個命令 另外范斯也是支持 就是2020的大選的結果是要否認的 再來就是拜登這一次又接受了NBC的節目專訪 他也表示說川普其實會選出范斯 他也沒有太意外 因為川普最後挑選的就是會 效忠於他圍繞他的人 像是之前批評過他 或者是之前在共和黨初選 聲勢很高這幾位 可能都不會列入川普考慮的對象 不過談到拜登自己的選情 他自己似乎還是決定要來參選到底的 不過民主黨內 現在媒體也觀察到 在川普遭到暗殺未遂之後 關於要換敗的聲音 民主黨內似乎就是突然的安靜下來了 確實有人說 因為媒體這幾天都在聚焦一討論 川普相關刺殺的一個新聞 所以黨內很難再討論到 說一個換敗的一個議題 所以相關的 也是為了避免要激化兩黨的情況 也停止了相關的競選活動 而拜登在NBC的訪問中 也重申了自己的健康是沒有問題的 他甚至用了一個很奇妙的理由 他是說自己只比川普年齡長三歲 所以他認為自己的精神狀況 到目前都是一切沒有問題的 以上主播 好 謝謝佳麟 帶給我們最新的美國大選的一個動態 而接著來看到美國共和黨2024年新黨綱正式的 在全代會上來通過 內容基本上是和川普的主張相去不大 這也顯示了川普幾乎完全掌控了共和黨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台美斷交以來 共和黨的黨綱首次沒有提到台灣 而且新黨綱也提到了要取消對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 川普第三次獲得共和黨正式提名 這也更加確立川普在共和黨內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現在的共和黨是川普的共和黨 從今天通過的2024共和黨黨綱可以看到川普對共和黨的掌控 上個星期我們已經報導過共和黨的2024最新黨綱 基本上就是川普的競選主張 在貿易移民和外交政策等關鍵議題上呼籲川普立場 16頁內容使用的文字和精簡的重點都很川普 但對台灣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 這是美國和台灣在1979年斷交以後 首次共和黨黨綱沒有提到台灣 那麼從1980到2020年 每四年一次的共和黨黨綱都有台灣 2020年是沿用2016年的版本 協進對台六項保證與反對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台灣的未來必須要在台灣人民同意的情況下 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而美國將會基於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自衛 這些文字這次都沒有 那麼和中國相關的部分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保護美國勞工之下 將取消中國的貿易罪惠國待遇 並且逐步減少從中國進口必需品 以及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房地產以及產業 沒有點名特定國家但表示支持川普 互惠貿易法 也就是對外國製造的商品徵收基準關稅 那麼另外在重返以實力帶來和平的主張之下 要重建軍隊和聯盟來對抗中國 GVV新聞將會 美國密爾瓦基報導 台南喜數海灘陸軍演訓登場了 這次50名的教招人員將進行 實彈射擊 更多新聞焦點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它這個Logo是美國醫療單位開始誤用 所以我們很多台灣救護車 也開始沿用誤用的這個標籤 我有在一些就是商界的朋友上 他們也有使用 我很想說救護車有時候人家捐贈 捐贈好像商人比較會捐 感覺比較鎮合一點 跟蛇有關 好像電影有看過 不然是那個魔鬼打在用的 TTPS歡樂台42頻道 由一到十五晚間八點 拜託ATM